阿里桑拿州高等法院正在审查下級法院的一項裁決 該裁決稱醫生不能因對懷孕前15個星期內的孕婦 實施墮胎手術而受到指控 原因是多年來該州的其他法律允許醫生提供墮胎服務 去年聯邦最高法院推翻了半世紀前 在羅素韋德案中作出的墮胎合法裁決 導致女性失去墮胎權 根據阿里桑拿州的規定 懷孕15個星期以後的墮胎手術 僅是必須保護母親生命 或防止重大不可逆轉身體損害的情況下才被允許 該州反墮胎人士在訴訟中表示 該州法院的裁決錯誤地將醫生排除在該法律之外 而請求該州最高法院撤銷該決定 而該州早在1864年就頒布了墮胎禁令 至今仍然保留在該州法律中 該州最高法院也在審查該法律 是否應得更新 《天下維持》記者編輯報導